以我来看取消公摊 那就是大势所趋 专家的阻碍根本挡不住历史的撤轮 按照套内面积计算是国际的通用做法 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还有公摊面积 对于这一点 一贯喜欢和国际接轨的那些所谓的经济专家 总是选择性的失明 其实关于取消公摊 每年都有相关的热搜 近期更是厉害 接连出现了两个 一个是青岛的一位业主 买的110平的房子 那到手里面只有61平 公摊高达46% 那另一个是内蒙古住建厅 向住建部提交的一份 关于取消公摊面积的建议 那这两个热搜 恰恰说明了现在的人苦公摊已久 本来高高兴兴的交房去收房了 却发现房子的公摊面积与实际不相符 那根据中国质量万里行的报告显示 三西省静中市的某某郡 三东省为方市的某某花园 以及三东省资博市的某某城 还有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某某湾小区等等这些 都存在着侵占公摊的事情 其实公摊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糊涂账 首先是公摊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 它每一个项目都有差别 其次呢测量公摊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情 那普通购房者呢缺乏专业的了解 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开发商交房的时候 并没有公布公摊所占用的面积情况 以及占用界限 你说这么多的矛盾点聚集在一个高额的商品上边 那不是糊涂账 也会有人让他变成糊涂账的 所以你就看到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 在不断的站台公摊 认为公摊不能取消 那给出的理由也是挺冠冕堂皇的 一是取消公摊面积 那房子的单价会上涨 很多老百姓接受不了 二是只购买套内面积 会造成公摊部分的产传不清晰 看似呢是在关心购房者 实则呢漏洞百出 首先是房子的单价上涨的问题 这个完全不用担心 现在大家取消公摊 是因为这里面是一笔糊涂账 这个钱花的不明不白的 并不是说想通过取消公摊 从而达到降房价的目的 再说了商品房的本身 就受到市场的一个影响 房价的涨跌更是有很多因素影响 你比如说你的地段 以及你城市的人口流入情况 这都能影响到房价 如果你单纯因为取消公摊 开发商恶意涨价的话 那购房者他也不是傻子呀 他也不会买账的 其次取消公摊面积 不会也不可能改变商品房 公共区域以及公用设施的产权性质 这些公摊面积部分 跟小区的物业用房道路绿化等等其他的公共设施是一样的 都属于传体业主 所有既不属于开发商也不属于物业公司 其实让我来说 现在很多人千方百计的不赞成取消公摊 找那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 其实就是因为公摊面积 无论怎么看 它都是一笔弧度账 但是正是因为它是一笔弧度账 可操作的空间它才大 所以才有无数的专家出来发声阻止取消公摊面积 因为大家都知道浑水才好摸鱼 才好做到利益最大化 这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洋房的花园 很多洋房一楼带花园 其实这个花园并没有所谓的产权证 全部都是开发商为了高价卖出一楼的房子 私自承诺的一个院子 你比如说我们小区其实就是一个高低配 那前面有几栋洋房 你们知道开发商给他们画院子 穿院子穿的多离谱吗 消防宣都穿到院子里面了 我都不知道当初这次怎么审核通过的 对于这样的现象 我只能说大家其实都已经习惯了 习惯一楼带院这种行为了 但是习惯它不代表是正确的 并且随着大家对于住宅的舒适度 追求越来越高 你像公财面积 运收制度 物业管理 这都是不可避免的矛盾点 这件事情总需要有一个了结的